第四单元 走遍天下 第十三课 从旅游指南看世事变迁 一 听力 第一部分 第一到五题 请选出与所听内容一致的一项 现在开始第一题 一 世界上有些真奇动物 尽管人们千方百计去保护 仍然处于即将灭绝的境地 可是有些动物 比如老鼠 虽然人们在用各种方法消灭它们 但却总是消灭不了 成群的老鼠依然到处作祟 二 手脚并用原地跑减肥方案的最大特点是 在原地跑的基础上 将上肢运动很好地融进来 通过每两到三分钟变速和花样变化跑 加之现场的互动气氛 增加了原地跑的趣味性 减少了原地跑的枯燥 乏味 使原地跑更易坚持 三 腌制食品口味独特 包装简单便于携带 成为上班族的家常便饭 可是你知道吗 这些食品在腌制过程中需要大量放盐 这会导致此类食物严寒量超标 经常使用会加重肾脏的负担 增加发生高血压的风险 四 与人会谈时 若言不及意 唠唠叨叨 再多的时间也浪费了 如能把握谈话要领 言谈简要窃提 就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节省下时间 就可以解决更多的问题 并且为自己赢得更多的自由时间 五 于老师是个热心人 他多次从自己微薄的收入中拿出钱来 给家庭困难的学生交学费 前不久又从自己多年的积蓄中 拿出钱资助村里修路 邻居们谁家有事 也总爱找他参谋 他是周围十里八乡大伙的贴心人 第二部分 第六到十题 请选出正确答案 现在开始第六到十题 第六到十题是根据下面一段采访 您好 我们都知道您25岁考古系毕业就一头扎进了敦煌 在敦煌一待就是几十年 被誉为敦煌女儿 今天您就跟我们谈谈敦煌吧 刚去的时候 虽说对大西北恶劣的自然环境早有心理准备 可是没想到反差那么大 那时候整个研究所只有一部电话 晚上只能用手电照明 上厕所要跑好远的路 和北京相比 简直就不是一个世界 可是每当我走过石窟的时候 都会赞叹 敦煌太好了 太美了 敦煌莫高窟 从发现到现在一百多年了 把毕生经历都献给敦煌的人不少吧 是的 他1900年一被发现 便轰动了世界 1944年 中国第一批有志之士奔赴敦煌 在那儿设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 至今已有三代学人 在遍布黄沙的偏僻荒漠 撰写了敦煌传奇 我注意到您在那儿的研究 不纯粹局限于考古 您的研究成果包括 敦煌石窟考古美术方面的书籍 有关石窟考古与艺术的论文 还有大量探索 古遗址科学保护及管理的论文 另外 数字敦煌也是在您的提倡下实现的 当时 这在国内文物保护领域 还是创举吧 对 敦煌壁画是画在岩洞里的 自然侵蚀会使壁画慢慢消亡 莫高窟犹如人体 也会一天天变老 一百年前 人们看到的莫高窟 和现在看到的是不一样的 可是什么东西一旦数字化了 就不变了 我们想利用计算机技术 实现敦煌壁画 彩速艺术 永久保存的构想 具体来讲 什么是数字敦煌 这还要从游客说起 我们发现很多游客来之前 没有做功课 不了解莫高窟 来了直接进入洞窟 看半天也看不出所以然 数字敦煌就是数字电影 把敦煌的历史 洞窟的相关内容 以及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相关资料 研究成果 汇集到了一起 这样便与游客通过数字敦煌 先了解敦煌 再进洞窟参观 效果会更好 实践证明 数字敦煌很成功 它一问世 就受到游客的欢迎 6. 女的为什么被誉为敦煌女儿 7. 关于敦煌莫高窟 下列哪项正确 8. 女的做的哪件事 在当时属于创新之局 9. 实现数字敦煌的好处是什么 10. 游客为什么欢迎数字敦煌 第三部分 第11到17题 请选出正确答案 现在开始第11到13题 第11到13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这是一个奇怪的组合 一对退休的老夫妻 一辆年余百岁的老爷车 不知是冲动还是执念 他们相伴踏上了环游世界的奇妙旅途 老夫妻来自荷兰 丈夫叫德克 妻子换作特鲁迪 他们在1997年 购入了一款生产于1915年的 老式福特T型车 这辆本应在博物馆里沉睡的老夜车 却在德克的手中焕发了青春 2012年下 漫漫旅程拉开了序幕 他们先是去了非洲 行程大约24000公里 这是他们的第一次尝试 幸运的是 比他们年纪都大的福特T型车 并没有吃不消 2013年 他们来到了美国和加拿大 走过了27000公里 在这段旅途中 福特T型车仅仅出了一点小毛病 2014年 他们开赴南美地区 总行程26000公里 随着名声渐起 这一次 他们还顺便做了一场公益活动 全程共募集爱心捐款3万英镑 悉数用来资助贫困儿童 旅行还没有完成 但德克夫妇 由衷地感谢这辆年迈的爱车 是他伴随着他们 进行了这场 他们盼望已久的挑战 11.关于德克夫妇的环游世界之旅 下列哪项正确 12.关于福特T型车 下列哪项正确 13.在旅途中可以知道什么 第十四到十七题 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东明是我的一位朋友 他习惯先做喜欢的事 心情好了 再做不喜欢做的事 他喜欢旅行 有朋友对他说 钱花在玩上多浪费啊 用这些钱干点什么不好 他说 再穷也要去旅行 不去旅行 你会更穷 这是什么逻辑 可他真是这样做的 云南 西藏 沿海渔村 我想去 却因为种种原因 没去成的地方 他都去了 每次回来 他虽然疲惫 精神却很饱满 那次从西藏回来 他写了一个 很久都写不下去的提案 灵感如泉涌 下笔如神柱 讨厌的事 就这么又快又好的做完了 后来那个提案得了奖 他的旅费都赚回来了 东明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之前 总是先给自己一个奖励 比如 坐周末航班 去另一个城市 见一位想见的朋友 先在那里和好友 喝咖啡逛店 聊天聊到深夜 周一回来再开始工作 因为心情放松了 事情也就完成得特别顺利 十四 东明的逻辑是什么 十五 东明从西藏回来 有什么收获 十六 东明做重要事情之前 先做什么 十七 根据这段话 可以知道什么 十八 这边 大卦 是 与你 在吗 我